海中物射熊三飞弹 国防部还没正式发布讯息 怎么已经有人知道 网路疯传line截图 一个疑似是内有100多名军人群组 7月1日上午8点34分 也就是飞弹射击后19分钟开始讨论 港内打熊三 马上有人附和刚刚看到他飞过超傻眼 接着有人说差点被击倒 听到声音越来越近 一度蹲下看天空就冒烟 还有超大亮光火球 一开始以为打信号弹 正当众人热烈讨论 有人提醒督导保密人员已经出动 请勿再讨论或转传 没事情删除 今天会无预警查手机 一语惊醒群组人 一个一个按下退出群组 100多人纷纷闪退 不过已经有人截图 自称看到傻眼的离姓男子 全名三个字清晰可辩 军方忙这叉飞弹怎么射的 还没时间处理衍生问题 营区内明明管制智慧手机 为何你line我line都ok 放了一大堆塑胶盒 进入到机敏单位 要把手机放进去 但是实际上来讲 这种东西都是防不胜防 国风部委托中科院研发app 限制拍照打卡定位 但不见得每个人都乖乖下载 入营打开 雄三乌龙火速外传 曝露出另一个军技问题 TVB的新闻张赵黄 赴下中备转 特别高雄报道 我给你打开